哈喽大家好 我是K线西游战法创始人 吹士团团长 订阅我的频道 读懂K线背后的秘密 当前是北京时间 2022年2月17日 下午的16年整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图比特币 最近这两天 这个行情非常不明朗 道琼斯公约指数 几乎没有任何波动 上下插了一根针 就收盘了 然后今天看 这个上证指数 同样出现了一个 小幅的收阳线 涨幅只有0.06%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比特币在这个盘面上 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 也是在昨天收了根小阴线 今天也是多空不明朗 这种局面 我认为是国际形势 不确定因素引起的 我们看乌克兰和俄罗斯 它两个之间 俄罗斯宣称要停止战争 要撤军 那乌克兰呢 今天又向乌东争议地区开火 这个原因呢 这个战争的不确定性 让盘面 同时出现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从美股到A股到比特币 整个金融市场 整个资本市场都出现了一个多动收窄的一个趋势 那在外围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判断比特币的多空呢 我们认为啊 我认为啊 只有通过结构啊 通过比特币现在运行的结构 才能对比特币的多空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啊 那我从这个比特币四小时结构上看啊 我们把时间周期调整到四小时级别 四小时级别上看 我们在前一个结构上 我们看前一个结构 它是怎么分 怎么运行的啊 它首先是反弹啊 下跌反弹下跌啊 最终在底部在32937美金附近啊 这个底部形成了位于38,600到37,000啊 这个范围区间的一个震荡 震荡之后啊 形成了我画出来的这个白色线画出来的这个收敛结构啊 这个大型的收敛结构啊 这是四小时级别的一个特别大型的收敛结构 波动时间呢 大概是从1月22日到2月4日啊 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啊 19天的时间啊 波动了啊 发生了突破啊 横盘波动之后发生了突破 突破之后呢 在上面这个区间运行啊 运行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第一个白色线的收敛 白色线收敛跌破之后 形成一个下跌的收敛 然后出现了一个反弹的收敛 在这样的运行过程当中啊 我认为它会出现一个红色线 我构建出来的一个震荡结构啊 也就是在46,000到42,000啊 这个区间形成一个震荡结构啊 那这个震荡结构 我们是可以简单的啊 画出来的 画出来之后啊 我发现这个红色的这个收敛结构 同底下这个白色的收敛结构啊 几乎发生了平行性结构 平行性结构之后啊 我认为它的波动区间就是在44,500到42,000啊 这个区间这个区间来回震荡 那昨天呢 昨天通过横盘的走势 通过横盘的走势 横出了这个反弹的这个急速拉升的这个收敛区间啊 所以我认为它有机会再回再回到这个42,000美金附近啊 再回到42,000美金附近形成同前一波这个回调啊 构成了一个平行结构 平行结构出现之后啊 通过上涨下跌再上涨再下跌啊 构建出这个最终的红色的横盘震荡收敛结构啊 目前为止多空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 我认为它出现这个震荡概率非常大啊 首先呢 目前是顶到了上面这根线上 这这根线大概是45,000美金附近 45,000美金附近 然后回踩42,000 然后再反弹上来 最终呢 会由于国际形势逐渐走出明朗的趋势后啊 选择一个啊最终的方向啊 这里呢 这里我认为能够回踩42,000之后啊 能够反弹到43,500啊 能够反弹到四千四万三千五啊 大概是这样走的啊 一个下跌的收敛结构 然后反弹上来啊 反弹上来 最终呢 这块是一个焦点位啊 大概是三月初啊 3月1号附近 在这个焦点位之前啊 焦点位之前 进焦点附近发生一个变盘啊 一个变盘 那我认为啊 既然是战争嘛 战争我认为对黄金啊石油啊 啊这些啊硬通货啊 包括比特币这些硬通货会构成利好啊 如果是战争真的发生的话啊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真正的发生的话 他两个搭起来的话 会构成利好啊 会有一个继续反弹向上啊 47000到48000 这里的一个区间 那如果战最终是和平解决的话 和平解决的话 我认为当前啊 红色这个收敛 和平解决的概率是更大一些的 和平解决的话 这个收敛开口较大 开口较大的收敛 在之前的盘面当中 我做过总结 就是开口较大的收敛 还容易跌下去 所以呢 重要的看 两个位置 一个是42500 这个线 能不能支撑得住 如果跌破 顺势做空 还有呢 就是在这个结构运行当中 如果突破了这个上面 这个收敛结构啊 要做多头 要做多头 整体来说呢 第一是根据这个结构上的变化 做出相应的对策 第二个呢 就是根据国际形势 真正发生的国际形势啊 进行下一步的应对 两个两个点啊 一个是根据国际形势 一个根据当前结构上的变化啊 结构发生突破啊 在突破压力线或者跌破支撑位啊 做出相应的动作啊 这是我对比特币当前时间阶段横盘啊 方向不明朗的啊 这个时期啊 对它的一个看法 那以太坊呢 以太坊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啊 就是黄色线 波峰的连线啊 波峰的连线啊 还有波谷的连线啊 我找到了非常多的可以参考的点啊 波谷的连线构成了这个黄色线啊 所标识的啊 焦点在1月底的这个啊 收敛结构 收敛结构目前运行在这个收敛结构的延长线 这个位置上延长线这个位置上 构成了当前以太坊啊 震荡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压力区间啊 也就是这里的压力区间啊 这个压力区间啊 这个压力区间目前已经运行在3300到3500啊 这个区间构成了它的一个压力位 那以太坊目前的横盘是日线级别的横盘 我们观察到日线级别横盘震荡啊 我们调到4小时级别上啊 这个箱体啊 正在逐渐的构建出来 正在逐渐的构建出来啊 我认为盘面里是不存在箱体的 最终呢 这个箱体也将会运行出来一个三角形 箱体只是我们观测观察到的箱体 但最终呢 这个箱体最终会变成三角形结构 这个不矛盾啊 因为你观察到了 观察到这个箱体 但箱体最终会在结构上有所变化 那在4小时结构上呢 我们看到了它是做一个4小时级别回调之后 同样级别时间的 同样时间级别的反弹啊 4小时级别下跌 4小时级别反弹 那目前呢 它主要是围绕4小时级别啊 做一个收敛的震荡 收敛震荡呢 我们在当前的价格上可以画出来 它大概是大概这个运行区间 运行区间呢 就是在3200到3000美金附近 那这是一个多空啊 多空进行纠缠啊 多空进短冰相接的啊 一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里呢 我认为它如果突破到了3300到3500 这个区间是可以布局空头的啊 然后在这个区间运荡的时候 震荡的时候 在3000美金是可以进行抄底的 因为毕竟啊 目前是处在一个震荡的行间当中 这个震荡趋势已经走得非常明显了 它是一个横盘的震荡 这里出现了一个波峰啊 这里出现2月 2月16号到2月17号 这里在4小时级别上 已经出现了一个波峰的位置啊 波峰位置还容易回答下来 回答下来 如果跌破这个3000美金阻力位啊 它下一个支撑是在2950啊 2950啊 这是根据它事实上形成的一个 结构来判断的 然后呢 如果做空的话啊 尽量选择它如果上行到3500到3300啊 这个区间是可以进场长线的空单的时间点啊 进场长线时间的时间点啊 那尽量是分布是布局啊 要有一个面的思维啊 逐渐一个点一个点啊 最后形成一个面的布局啊 有面的观测盘面的一个思想之后啊 布局的时候 我认为也是要有一个面的思想啊 就是通过二维的面的思想啊 然后可以降维的打击 一维和零维的点状啊 一维的线性思维和零维的点状思维啊 这样你能够更好的在这个市场当中获利啊 比之前的我们用的最基础的散户的思维 零维思维啊 就是单点介入 一个点缩啊 还有这个波浪理论 一维的思维啊 五浪上涨 三浪下跌啊 这个方法 面性的思维 二维的思维 要远远高阶于啊 低维的思维 那我在昨天呢 还提到了people这个代币 people这个代币 我说这个箱体啊 它是两个箱体结构构成的 跌破sell级别第一箱体之后啊 第一箱体之后啊 到达第二箱体这个区间 然后提到了一个点位 大概是0.075啊 到达0.075之后 随即它由于 这里的压力作用啊 这里的压力作用啊 这是一个波浪构成的压力作用啊 忽略忽略这样的一个结构 忽略这样的一个空间啊 这里的空间 它是由一个四波浪啊 跌破之后 在底部形成的一个 第二次的箱体啊 所以我说呢 0.075构成了一个 结构上的压力啊 结构和筹码上的压力 0.075这里 呃开单的话 目前已经 小有获利了 小有获利了 然后这里 0.075 0.08附近是一个止损的位置啊 看它能够做一个 四小时级别的箱体运动啊 箱体运动 暂时是这样看的 然后 多头方面 目前来说 呃 people 第一次震荡 第一次震荡结束之后啊 下跌啊 出现第二个波股 然后在这里重新开始又一轮的震荡啊 这里震荡之后啊 我认为它后面还有可能有新的低点啊 有新的低点 所以呢 那只此为设置到0.08这里 然后顺势跟着这个行情走就行 然后日线级别 我们看一下 日线级别 目前来看啊 蓝色线是快线 蓝色线是快线 是50均线 那个粉色线是10均线 目前它这个蓝色线还在下方 但是呃 红色线也就是粉色线已经快要赶上来了 所以呢 目前来说 蓝色线在横着走的时候 它容易出现一个震荡的形态啊 那整体来说呢 这个蓝色线还在下方 所以大的趋势仍然是处在回调的阶段啊 这是我对这个山寨比的观点啊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的telegram群啊 加入我的微信 或者可以进入我的vip群 我的vip群提供山寨比的优选和合约的精准点位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